吉安湘好客艺术村6月份举办花莲季协漏网镜头摄影展 但是因为疫情三级警戒无法开放现场参观 吉安湘公所特别透过脸书粉丝专页线上展览 让乡亲防疫宅在家也能欣赏精彩的一文展览 吉安湘邮淑珍与花莲县记者协会理事长梁国荣 在展览会场上以线上直播方式录制了展览开幕仪式 这是吉安湘好客艺术村6月份安排的花莲季协漏网镜头摄影展 受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够开放现场参观 但是湘公所也透过了脸书粉丝专页的线上影片 让民众宅在家也能够欣赏到优质的一文展览 坚守防疫一文建设不能断 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希望带来还是满满的一文跟温馨的吉安的相情 谢谢记者协会为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有趣照片历史的记录在其中 我们希望透过线上来分享给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每一张照片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温馨 有一连串的惊喜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网站上来看看 记者协会为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多的珍场 它是历史的记录 也是我们心里中最惊奇的一个画面 花莲季协肉网镜头摄影展有14位的摄影师提供了51件的作品 当中有苦有笑有甜有悲有喜有乐 深刻记录了记者同业在职场当中的甘苦 民众可以上网搜寻吉安香浩克艺术村的脸书 粉丝页就可以线上参观 记者同业在职场当中的甘苦